那么同学们,我刚才说句子有五大基本句型 有哪五大基本句型呢?我们来看 有一个句型,我给大家起了个名字 叫做主语加畏语的句型 紧接任务,比如说我离开怎么说呀? 离语不对吧? 那么这个动词往往我们叫不及语动词 也就是说白的后面很少加逼语 它就是一个句子,我把它号一笔 好比这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呢? 主语好比就是一个家庭里当家做主的男的 对吧?就是老公 那么魏语呢就跟他结合在 觉得老婆是个女的 说这种家庭呢在世界甚至中国也很多见了 主语加魏语一男一女一结婚很高兴 不要孩子的家庭见过吗? 我们叫什么家庭啊? 丁克家庭好比这样的家庭 所以这种家庭就是有主语又魏语 两个人高高兴兴过在了一起 这是第一种家庭叫主卫的句型 那么第二种家庭呢 我们来看是经典的中国家庭 一夫妻一个孩 对吧? 同学们要想富少生孩子 多养猪 少想富少生孩子多充数 那么同学们 顶级任务 我是个竹语 还不是个魏语 我有一本书 A Book 那同学们 竹语还是这个男的老公 而魏语是这个老婆 那么A Book是什么? 他们俩的孩子 我们叫冰语 也就是第二种句型 我们叫主卫宾的句型 也是大家最喜欢使用的句型 I buy a book I see you I meet you 这样的词词物 那么同学们 主卫宾 那么第三种家庭就诞生了 我们广告非洲家庭 对吧? 非洲家庭就发现一个特点 家庭都很穷 但越穷啊 还越能生 一生啊 都一生一创 对吧? 一些 我虽然没有去过非洲 但我们一个同事跟我说 有一次他去南非去旅游 走在大街上 看着一男一女 领着一串孩子过马路呢 当时他就傻了 还跟旁边的导游说 有游儿园的出动了 他说不是 这是一家子 出来要饭了 对同学们 那同学们 这种家庭就是 我给你请名字叫 主卫宾宾 什么意思 这样的魏语 这种老婆一般都是非洲老婆 他们动词呢 不多见 往往都是什么样的呢 比如主语是爱 魏语是tell 叫告诉 那么这个告诉呢 往往加两个闭语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I tell you a story 那么同学们 你会发现 you是不是也是tell的闭语 名词对吧 story也是tell的闭语 又是一个闭语 两个闭语 一个闭语一 一个闭语二 我们叫主卫宾宾的剧情 比如说 我给你买一本书 我叫做 I buy you a book 两个闭语同时出现 在语法中 还给他起了个可爱的小名字 什么名字呢 同学们 你们想一想 我给你一本书 最终是给你 把你送人了 还是把书给你了 最终送的是 书 人都是间接避语 物都是直接避语 这些你知道就行 不用记 但你应该知道 有输入这样的动词 I give you something 对吧 那么I tell you something 对吧 I buy you something I sell you something 这样的闭语动词 我们引导双避语 那么这又是第三种句型 可爱的非洲家庭 那么来看第四种家庭 第四种家庭比较有意思 一般都是欧美呀 包括日本那些家庭很有钱 他们呢 才选主语 我是个男的 对吧 那么同学们 谓语是一个动词 叫find 儿子出来了 叫英语 写到这儿 叫做我发现英语 但是他又多了一个 叫逼语不足语 这个词比我写出来 容易怎么说呀 easy 于是句子出来了 我发现英语容易 那么同学们 这是男的 这是老婆 这是孩子 逼语不足语 逼语不足语 是到底补足谁的呀 补充说明 逼语英语的吧 这就好比欧美有钱家庭了 人家啊 双方都挺有钱的 孩子呢 还可以请个baby sitter 什么叫baby sitter 就是看孩子保姆 对吧 那么同学们 很有钱 还顾个小保姆 但你注意 请这看孩子的baby sitter 他是看谁的 baby 是连同照顾爸爸的吗 没有吧 没有 也给妈妈换掉布 没有这样的同学们 所以记住 逼语不足语 是最后一个小形容词 往往都是形容词 他说来形容 英语这个名词的 他的意思叫做 我觉得英语容易 并没有说我容易 也没有说我发现容易 那像这样的词 那像这样的词 不光有find 还有哪个词吗 就除了find 还有俩一起记 叫I think English easy 以及最后一个 I make something 形容词 对吧 所以只有一般在初中 我们接触 只有这三个动词 后面再一个名词 再加一个形容词 这种叫做 主语 谓语 谚语 和谚语 好比请了一个baby sitter 当然有些同学 可能第一次知道这个词 大家看多形象 seat叫坐 坐在孩子旁边的人 叫baby sitter 明显是照顾小孩的 千万不要翻身保姆 你知道在国外 都多大的孩子去当 多大的人才去 有资格去当baby sitter吗 是不是四五十岁大妈 或是非庸 不是同学们 往往都你们这么大年纪 比如初二的呀 初一的 甚至初三 高中都少 他们过去干嘛 你知道吗 不是说给人洗尿布啊 给孩子喂奶啊 给孩子带着留孩子去 不是干这个 人到那以后 比如在国外有个法律 父母家一个小孩 只要他在小学 没有毕业之前 你父母是不能够 自己出去看敌人 把孩子所污吏 这叫虐待孩子 于是他们要出去聚会 开个party 看敌人的时候 找一个baby sitter 往往就是出二孩子 来了到他们家以后 怎么办 什么都不干 对 也可能不配得玩 你写你作业 冰箱了 吃了随便吃 对吧 只要别把孩子弄死就行了 我觉得这种职业 很是一种美餐 这叫baby sitter 找一个baby sitter 注意 是看这个小baby的 所以同学们 第四种剧型就出来了 那么同学们 来看最后一种剧型 叫主系表结构 有些人看的一个黄金圣斗士 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东西呢 大家知道主语是我 系动词大家知道都是哪些词吗 amiza 什么amiza 是一些b动词对吧 那同学们 那就是im 这叫系动词 联系动词 往往b动词比较多见 那么接下来 我说表语 什么叫表语 注意 在系动词后面 我把你写在这 都叫表语 不叫b语 就是系动词后面 加表语 为什么叫表语 而不是b语呢 b语叫动作的承受者 请问我和学生 是一个打一个挨打的关系吗 不是 这俩什么关系 定列关系 好我就是学生吧 那同学们 也就是表达说明主语的 有人又管表语叫做 主语的补充说明 主语不主语 是这样来的 你看我是学生 学生是我 这就是英文最后一种家庭 也就一辈子没找到对象 黄金圣斗士嘛 圣男圣女们 怎么办 只能天天照儿镜子 看着自己孤方自赏 我我太帅了 我我太漂亮 都是这样的句子 所以我们管它叫主戏表达 我记是我的句型 I am a student 你很幸运怎么说 You are lucky 幸运的不是别人 还是你自己 每天照儿镜子说 你最棒 你最帅了 你是天下第一 对吧 那么同学们 这种句型 我觉得有点孤方自赏 但是英文也多见 这样同学们 我们就把五种英文的句型 都给大家展示了 通过这么多种成分 我们展示的原来英文 可以排列组合出五种句型 这样大家对句子的成分 如果了解了 接下就好办了 我们说句子的成分之后 我们该讲 粪构图 粪构图 该讲构是什么 叫句子的结构 讲句子结构很简单 你真讲成分 就是分析主要和次要 结构要看得更精密 什么叫结构 比如在座的 什么叫结构啊 看得特别抽象 我把这一伸出 我说同学们 这是什么 他说这是手啊 对不对 大家还有说这是爪子 有同学说这是蹄 很不能接受 但是你们看 可能就是个手 假如我要是个医生 在我看来 我是通过结构来看 我给这个照一个S光 啪 我贴了五个 一个大壳桌架子 同学们 一个手全 一个个骨骑 这像从结构 看到本质了 你们再看咱们班同学 二三十个 那是有男有女 三十个同学 我爸眼睛一放光 三十个骷髅架子 什么有男有女 那么同学们 如果你知道通过句子结构 就是从最深层次来偷袭 我认为句子有三种结构 一个叫简单句 一个叫并列句 一个叫复合句 简单说一下 什么叫简单句 并不是说你认识的就是简单句 你不认识的就是复杂句 同学们 简单句就是 只有一套主位结构 或主位兵结构的 叫简单句 刚才五种句型 主位兵 主位兵兵 主戏表 单独一套 自己成句 这就叫简单句 I come here you left 这些都叫简单句 I met you yesterday I was very happy 但是什么叫并列句 把一个简单句 把若干的简单句 通过一些小连接成分 我们广这种词 叫什么词呢 连词 经常有三大连词 and 转折的but 以及选择的or 把它们连接起来的 叫并列句 举个例子 第一种并列句 叫做 I like watching the program and my brother likes it too 我喜欢看天线宝宝 我哥哥也喜欢 还喜欢看海绵宝宝 当然我们时尚都是宝不及的 不说他了 那么同学们 你会发现 and的前面是一个句子吧 是不是 主 为 兵 对吧 and的后面又一个句子 主 为 兵 那么同学们 这就是由and连接的 一个并列句 左边一个简单句 右边一个简单句 合到一起 我们叫并列句 那么来看第二种 叫 do you love dogs or cats do you love dogs or do you love cats 你喜欢哪个 喜欢狗 还是喜欢猫 用个or把两个句子连接起来 而老师 这个不是一个词吗 他只是给省了 你们前面 you do you love了 你家上就显得很累赘 全局这样说的 do you love dogs or do you love cats 并列句出来 而最后 又是一种并列句 但由but来连接的 叫做 my sister likes playing football 我妹妹喜欢踢足球 而我呢 but I like knitting sweaters 而我喜欢织毛衣 对吧 你们家太不正常了 对吧 我妹妹喜欢拔河 而我喜欢摘花 这个 现在就不说了 所以同学们 有一种很好的转折关系 也是两个简单句 定得到一起 我觉得这个 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而最后一种剧情 我们叫复合剧 这一块 我们下一讲会 详细讲解 就是有一个主句 和一个从句 复合到一起的 主从复合句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下讲给大家 这讲给大家留个悬念 那么同学们 巨子案结构说完了以后 我们就来看巨子案的图 分构图 分构图 就是巨子的用途了 也就是这个巨子拿出来 我研究完结构 我知道有成分 用它来干嘛 牛花解读片 对成分是这个 对吧 那我拿吃干嘛 那是用来排便呢 还是排读啊 还是排泄 当然这个东西 大家要知道 那同学们 句子 基本我认为 写句子无非 就是四种用途 前两种傻子都知道 第一个叫陈述句 表达陈述一个事实 后面点个点的 叫陈述句 第二个叫疑问句 不用我说了吧 什么一般疑问句 特殊疑问句 这在我们的小学都学了 接下两种是考点 就是中文一般没有 而英文玩命考的 第一个就是开门 这叫什么句 祈始句 表达祈求或者命令的 我们叫祈始句 祈是祈求 而始是实力做某事的命令 而最后一个 哇多可爱的一个女孩啊 这是什么句 感叹 感叹句 那表示对一件事情的感悟和感叹 感叹 那么我们叫感叹句 大家应该知道在祈始的用途中 更重要的是哪些句子注意 肯定是咱们中文没有的 比如中文没有七十句 很少 祈求命令 七十句怎么还动词省略 感叹句跟中文还不太一样 中文感叹句 直接探号加个注意 那怎么傻呀 英文好像不能这么说 You are so stupid 没有这么说 那么在疑问句中别忘了 跟中文又不太一样的 叫反义疑问句 这三个句子的用途 是一定要多加小鸡 今天我们最后 把它简单再小结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